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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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史王基 那我今天來分享的主題是 Reated Programming with Reader 那原本這個議程啊 他是其實我是阿里巴巴的我同學 他好像沒有辦法過來 所以我今天是在這個場子這樣 那 相信大家 來聽這場子就是因為目前Reated Programming 其實是一個很潮的東西 但到底什麼是Reated Programming呢 那大家如果學Java 都知道Java是一種 Upgrade Oriented Programming的一個程式語言 那大概像 十幾年前吧 Java也可以透過像是ExpectJ 或是Spring ALP去支援像 Expect Oriented Programming 那Java巴巴裡面也可以像是 通過像是Function Landa Messive Reference 來進行Function Functional Programming的一個形式 那近幾年 就是這個Reated Programming其實 變得越來越熱門 像是上場子講這些9 其實就有很多Reated Programming的一些應用 那我認為他主要精神其實就兩點 一個就是Non-Blocking 一個是Asynchronized 那 主要第二個特點是說 我們今天只要講Reactor 那其實它主要有兩個很大的類別 這個類別在 Reated Stream定義裡面它是一個Publisher 那第一個類別是Flux 它主要是支援0到多個元素 這邊其實Reated Programming定義的元素 其實還蠻特別的 它可以是個事件 或是它可以是一個像是Exception 或是它其實空的也說也是一個元素這樣子 所以Flux它主要是支援多個元素 那第二個Publisher的類別 它叫做Mano 那它其實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一個 比較特別的一個Flux 就是它其實只支援0或1個 就最多一個元素 那有了這些Publisher 就像Flux或Mano 這些類別 其實我們就可以把Operator 去把它貼上去 對我來說它其實有點像是 你Flux跟Mano 有一些元素已經在那邊有提供之後 你可以把這些Operator 然後加上FunctionProgram 把這些功能貼上去 有一些Operator 其實大家可能用過String API的話 像Map,Filter或FladeMap 就覺得這還蠻眼熟的 那其實大家用String API 它其實都出現在裡面 所以呢 如果你沒有特別寫的話 我們一般做的程式 可能是長像這樣子 就是你的Messor 基本上它都是SyncQuest的blocking code 所以你呼叫它 如果這邊會有一個很長的IO 去處理的話 它就會blocking在這裡 那如果我們想要把變成reactive的話 其實如果你用reactive 就需要 可能像需要說你就用Mano 把它原本的這個呼叫包在裡面 然後讓它在另外一個所謂上執行 就變成AsyncQuest的 然後再去透過這個Subscribe 它就變成reactive 所以 其實你用reactive 來寫reactive programming 其實非常簡單的一件事 你今天可能就是 大概記住這一張投影片 就是說 其實 我只要找到程式最先的進入點 然後我把它蓋寫成這樣子 你就說 我現在已經完成reactive programming 那我現在 剛剛很快自有介紹一下 就是 我叫史旺季 那我本人叫肖宜成 那其實 在 進入這個公司之前啊 我有一些 有一些副業啊 就是可能是在拍照 那我資格訊工程念完之後 就是 就有拍照 然後就是它是我興趣這樣子 那跟教育比較有關 是我大學的時候 有考學教育的認證 像SJP或CWCD 所以有在教育當一個版主 那目前在這次會工作 那reactive 的話呢 這單子聽起來好像蠻厲害的 就是 可是這個目前 這個buzzboard啊 就跟像是什麼cloud 或是什麼 其實大家看到這個名詞 其實 每個人對它定義 好像又都不太一樣 就是 感覺是很抽象 那可是大家對它認知 其實不太相同 它會icused 那在 Immerbal 那這邊是一個字典上的定義 它說Reactive就是 realized to events or situations related land kto也開始 first to change or prevent something 整個樣負面 我們就可以把 vreive land 這前面的東西 看 它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 針對事件 或是一個情況 去做一個反應 意思就是說 短片還沒有發生的時候 你就不要對它做任何事情 當事件發生了之後再去做處理 這就是一個字典上relative的一個定義 那目前relative其實有應用 其實我看到名詞其實有一些 像最上面是叫relative system 那中間這個是我們今天提的relative programming 還有一個叫做functional relative programming 就是在relative programming前面加上一個functional 那也有人叫做一個frp 先從第三個開始講好了 那第三個其實它是一個97年的論文 就其實大多的relative programming的library 其實都是用functional programming來去支援的 那所以其實會有人把functional加在前面 可是它其實已經早就在97年被定義 可是它其實基本上是另外一個意思 所以我們可以現在很快的把這個frp先跳過 那relative programming 那其實下午那個快獎 其實有一張完全一樣的圖 這個是其實在描述relative systems reactive systems在大概幾年前 有一些人就是做一個宣言 就有一些東西你就把它做 我做一個宣言之後 它就是一個很厲害的東西 那它宣言裡面就描述了四個情況 第一個是responsive 這是第一層 那第二層的話可能是這個 elastic跟 resilient 那第三層是一個message driven 那responsive的話 主要意思是說reactive to its users 就是大家都知道user嘛 就是可能就像鬼一樣 就是可能比較沒有耐心 可是你系統給它等了三四秒 它可能就不想用了 那可能這個系統回應速度很快 其實鬼還比較有耐心這樣子 可能鬼會等比較久 那人其實反應時間 就覺得說它要反應快一點 那如果你要達到responsive的話 你的系統 可能像可控的中心就要比較大 那這邊再講rezent的話就是說 你當你的系統遇到failure的時候 你還是要活著的 就是如果你的系統其實 常常程式在run的時候 都會出一些情況 像是可能是網路不穩或什麼的 那其實如果遇到一些錯誤的話 你的系統還是要很順的可以運行 那據我所知 像Netflix他們就會有一個 比較像是一個monkey situation 就是它會隨機把你的server 可能關掉幾台 電源拔掉 可是你整個Netflix的系統 還是要可以work的 那這其實對分擔師架過來講 其實是很重要 那elastic 它的意思是說reacted to variable load conditions 就是以目前的 就大家可能想像說 可能是一個搶票系統好了 其實大家都說12點準時開賣 那平常都沒有什麼用的系統 就在那個時間突然很大量的 一個loading進來 那你的系統到底能不能撐住這個loading 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elastic的一個概念 那messing基本其實就是上面那一層 其實如果你要達到反應塊 然後rescentry跟elastic的話 你就可以設計成一個 messing driven的一個系統 它就是要reacted to its inputs 這樣的系統可能就比較容易 去滿足上面這些需求 那我們剛剛提到的是 第一個名字叫reactive systems 它其實算是一個比較 架構性的一個概述 所以可能就跟我們今天講reactive programming 其實又不太一樣reactive programming 比較像是一種程序員的特性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一個 四個元素的一個集合這樣子 第一個是functional programming 第二個是event-based programming 那第三個是reacted covering 第四個是error resistance 那其實如果你想要搭乘reactive system 將架構性的描述的話 很適合來用reactive programming 進行這樣子的程式開發 那我們現在就描述一下 什麼叫blocking這個概念 我們剛剛講說reactive programming 就是要解決 這就是它提供一個non-blocking 跟asyncquest的一個主要的主張 那blocking的話 像這邊其實如果有三個 三個資源 可能是一個thread好了 那這邊一個master扣過來 它如果這邊又要用到 其他人的資源就是扣住以後 它就會block在這邊 它中間就不能夠做任何的事情 那如果它又有另外一個request進來 它就要回去 那這邊其實它都在等第二個 這第二個在等第三個 那當然回來之後它如果有一些需求 可能要扣第三個 就它會完成一個動作 就需要很大的waiting的一個時間 所以這是原本blocking API的一個弱點 我們把它用一個實際的例子好了 如果今天這邊第一個是一個攝影師 第二個是裁妝化妝師 第三個是一個model 那可能我今天我要叫一個model過來說 我今天想要什麼樣裁妝 什麼樣造型 我就跟在那個裁妝造型師旁邊 我就一直看著他 然後他就去幫model 走哥把我旁邊去幫他化妝 然後他也幫他穿衣服 然後可是攝影師在同時 就一直跟他在旁邊 他不會做其他事情 聽起來有點詭異 對 那等他回來之後 他就可以去做一個拍攝一個動作 你就發現這個攝影師好像 實際上在做的事情好像就只有第三個 他可能只需要拍照 他前面需要很大的waiting的一個時間 那如果換成一個叫messenger的架構 我們剛剛講說related season 就是一個message driven的一個格式 其實第一個resource他其實只要 我發一個訊息給第二個 你就發訊息給他說我想要做什麼 那他做完之後 他就會自己回去通知他說 我其實已經做完了 所以中間這些時間 他就可以拿來做別的事情 那這其實是一個messenger的概念 那換成我們剛剛那個例子的話 所以一開始攝影師他就可能發訊息說 我今天這個模特他想要什麼 彩妝什麼造型 我就發給你彩妝造影師 彩妝造影師可能又 就找另外一個人幫他化妝 說叫你自己去化妝好了 然後就叫你自己去穿衣服 那回來之後他就可以拍照 這例子可能有點奇怪 不過就如果舉另外例子 原本這邊可能是一個打電話 所以你打電話通常就不會 去再去做其他的事情 所以你就是電話拿著 就去跟他講話 所以你的可能是 同時可以面對的人會比較少 那用訊息的話 你可以同時跟很多的 不同的彩妝師或是模特合作 那可能就跟他溝通 然後這邊的運作就會比較快 那這幾張下面幾張其實是我 從Reater他的官方文件 他裡面有一個圖文片 我把他就是用在這邊跟大家說明 那他覺得說原本SyncRise 跟Blocking的一個呼叫 你Manager在這邊 你為了等一個很長的I.O 中間就不能夠做任何事情 然後你就要等他結束之後 再繼續處理 這是一個很不好的狀況 然後上一張 就是AsyncRise 就是如果你用 說你一個事情進來 把他用一個Swade來去處理 在Java裡面常常 就是說如果你要去 同時做很多事情的話 是用Swade 大家可能在作業系統 或什麼都知道 可能原本作業系統 假如是用Process去Folk 他就覺得Folk太heavy了 就是很多資源沒有辦法共用 但是如果以Java來說 Swade的話 他這邊造新的Swade 其實在面對很大量的資料的時候 他也是一個很Costy的一個事情 所以他其實 如果同時量很大進來 他就要造很多的Swade 那其實會讓他 中間的效能會變差 因為其實每個Swade 他中間還是會有一個 Walking的機制在 所以他後面要等到Wait and Join 所以他們就想了一個方法 就叫Unsynchronized跟Non-Blocking 就是你一個呼叫進來之後 其實你會跑一個Event Loop 讓你本來的那個Mensure 就不會被卡住 然後他會分派到 可能像其他的Swade去做一些處理 那這邊其實機制上是有點複雜 有興趣的話就可以自己去研究 因為每一種Non-Blocking的 使用機制可能又不太一樣 對我們剛剛講說 其實我們就是想要用Reality Programming 來達成上面講的 AsyncRest跟Non-Blocking 但是Reality Programming 這些API 其實很早以前就有類似的始作 其實你用很舊的一些語言特性 你就可以達成這樣的概念 你不一定要等到現在才可以 因為其實十幾年前也是有相同需求 你的系統還是要可以處理很大量的資源 所以那時候比較傳統的做法是 第一個是用Codeback-based 再來可能是 可能之後Java有出一些像Future 跟Promise一些機制 像是Java 8有出Computable Future 那在接下來的一個比較新的機制 才是目前提出來的Reality Stream的這個機制 那我們先看這個Codeback好了 大家聽到Codeback這個名字 會覺得就是很煩 你看這個程式這麼長 然後你就覺得 其實大家寫Android 如果你有寫Android的話 你會發現說 其實我要做一段事情 我要把它處理的邏輯 一起傳進去 所以你這邊前面的事情做完之後 你後面的這個事情要跟著做 那如果你這後面的事情跟著做 但它有一些其他的 要再繼續做下去的事件的時候 你又要把新的邏輯 加在這個裡面 你就會變成一連串 很難維護的一個程式 所以它就會 如果你看到Codeback的話 你可能看到人就會覺得很不高興 那如果你想要研究Codeback的話 可能會有一個 我這邊提供一個影片 主要也不是因為Codeback是一個 很好的機制 是因為那個 這影片 你去看就知道 對 然後 另外一個機制是 可能是用Future跟Promise 這個機制在Java 8 其實我覺得Future跟Promise 已經算是一個 很好機制的就是我覺得它 像它組合起來其實也 效果也都還不錯 因為它提供一些NPI 像是什麼Lang Complete A-Synchronize 就是中間這一段程式 很會A-Synchronize去做 然後其他邏輯 它又可以再用一些 像是O-Off 去把它全部組合起來 就變成一個 你的邏輯可以用一個 流程來包起來的感覺 然後這邊都是A-Synchronize的 那如果你想要再研究 這個Future的機制的話 前年Coach哥他有一個 Conference就是在 他有一個Tour就是在講 Future Promise 那這邊下面這個連結 也是說 你可以用Java 8的Future 就是也是 剛剛提到的Computable Future 來進行 Relative Programming 的一個實作 這是第二個機制 那第三個機制 就是 Relative Stream 那它其實原本 是被提出來 額外提出來四個 Interface 那JDK9裡面 裡面有個Future的API 基本上就把這個 直接抄進來 所以它提供了 Papercessor Publisher Subscriber 跟Subscriber 那跟Stream不一樣 Stream比較像是 Interlatable 跟Interlator的一個機制 但Relative Stream 它就是Publisher 跟Subscriber 的一個機制 那在講Relative Stream 更深入之前 我要來講它的前身 如果你想要學好 Relative Stream的話 你就必須要知道 什麼是Stream 我自己覺得 你必須要知道 因為不然其實 也很難學 是真的 那Stream的話 它可能 API就想這樣講 可能是你原本有一些 像Model 你說用Stream的方式 它就可以用很多 Appleator去 組合它 像這個是Filt 就設一些條件 說它可能的年紀 身高 體重 要怎麼樣 然後你可能去做一個 Map是一個動作 說你就是去叫Model 去可能化個妝之後 你在Filt說 如果它看起來 是同一個人的話 就繼續做下去 然後Distinct就說 如果你要它長不一樣 這樣 然後再排序 就把它回來 所以這是一個Stream 它等於是說 你把一些很多的 邏輯 Appleator 黏在這Stream上面 然後讓不同的 馬隊進來 都跑完這些邏輯 那如果你想要研究Stream的話 你可能 就是 可以看像這邊 其實有不同的Appleator 那這邊很多是叫 Terminal Operations 就是其實你在 做這上面的 很多動作的時候 你一定要等到 Terminal Operations 呼叫下去 它才會真的開始動作 就它自己算是一個 Lazy Evaluation的一個機制 就不管你上面 加了多少邏輯在上面 一定要呼叫最後 可能是一個Reduce 可能是一個Collette 可能是一個Foreach 這些邏輯才會一直跑下去 那如果你想要很認真 研究Stream的話 我這邊提供一個 很好的影片 就是你可以去看 它 是一個印度的一個大哥 它的名字其實又很難念 所以我就叫它印度大哥 它其實對Reality Programming 也非常有研究 這總長度大概 快三個小時 不過我覺得你看完之後 會對Landa 像是Stream 都會有很深的瞭解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主題了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說 Reality Stream 它就是Reality 就是去符合Reality Stream 做出來的API 那它其實當初也不會是 一開始就符合Reality Stream 因為它是從2012年 那時候還蠻早的 然後去開始這個project 然後到2013年是第一版 2015第二版 那Reality Stream 出來的時間大概是 2014年或那個時候左右 所以它2.0到2.5之間 做一個很大的 它的側筆也改寫 就把它符合Reality Stream 這個Library 那後來它又改 就跳個號 就是其實2.5跟3.0 基本上都是符合 Reality Stream的一個機制 那3.1是可能是 最近才剛Release 所以我們看說 它Reality 這是它Lending Page所描述的 它就是叫 Create Efficient Relative Systems 所以它的目的 其實也是去 為了要達成 Reative Systems 就剛剛講的那四個 什麼Message Driven Electric Resident 跟Responsive 然後它就描述說 Reality其實是一個 第四代的Reative Library 然後你可以用它來 做Downblocking的用程式 然後是Based on這邊 然後它是用一個 Reative Stream的一個 Subification 其實它會這樣寫 是因為 以目前來講 它還沒有像RxJava 這麼的有名 因為RxJava 其實是一個 很大的一個生態系 它不但是像JavaScript 或是像Python 或是其他語言 連Java都有支援 那基本上 它說這邊是第四代 其實RxJava最近 也做一個很大的改版 它改成第二版 也是符合Reative Stream 那基本上 改版RxJava 2 跟Reative 2.5 3.0 3.0 基本上是同一組人 就發現它可能是 外面API稍微不一樣 可能這邊叫Fast 那邊叫Mano 那另外一邊 可能叫什麼Fluorable 或什麼的 不過其實裡面的機制 都是完全一樣的 這個有一篇文章 在專門探討說 因為他說第四代 一定會有前三代 它做的機制 可能又不太一樣 那這也是從它 網頁上截下來的 就是如果你是用Reative Core 的話 你就會拿到一個 Non-Blocking的Reative Library 那如果你是 像第二個的話 就是說它提供兩大的一個 代別 像是Fast跟Mano 就可以直接拿來用 這邊的話是說 它也提供了 Non-Blocking的IPC 就是像是 如果你要做Micro Service的話 就會有些HGD的 跟TCP的一些呼叫 你可以使用它 那這是他說 它的一些好處 我覺得這些文字 就是可能你 在說服你主管說 我先想要把我的 程式改成Reative 的Programming的 一個System的話 就可以說 我做了這個事情以後 它就會變得很有效率 然後 這是它提到另外一個好處 就是它 它有一些Adapter 會把RS Java 不管是一代或二代 或是像ACA 或是其他的一些 Reative Stream Library 就是提供它一個轉接器 讓它可以轉進來 變成Reative 然後第三個說 這個Reative很小 那其實你做的 可能就是我前幾頁 第幾頁提到說 其實你就把主要邏輯 用這個Reative的API 包起來 其實基本上 它就會是一個Reative的一個功能 可是實際上其實也沒有那麼簡單 就是真的在用的時候 還是要改很多東西 那這邊是它提供的一些 Code Feature 像剛剛一直講到的像Fox 就是提供0到N的Sequence 就是提供0到N的Sequence Mano就是最多一個的一個Result 那你可以用很簡單的方式去造Fox跟Mano 然後去Subscribe 就把多記加上去 那你也可以 就是你想要自己寫Sequence 程式的話 你也可以自己手動寫 另外像提供的就是說 它有一些很棒的Appleator 就是來做像Schedule 就是去負責像多執行序相關的一些功能 那還有說它可以處理錯誤 就是它處理錯誤跟傳統 像Tri-Cage的機制又不太一樣 它等於說你中間有個機制 你可以把事情包成一個Essession之後 在外面再去用另外一個邏輯 去專門去處理那些Essession 還有它也提供一些Persessor 這個是也是Fox的Model 因為它基本上就是Reator裡面 最重要的兩個API 那上面是Fox 下面是Mano 如果你看到Mano的話 你就可以想像成 它是一個Publisher 就像是耶誠老人一樣 如果你是一個小朋友 你很想要耶誠老人送你禮物 你就是一個Subscribe 然後你就是把襪子掛在牆上 那個就是你中間的Subscribe 那如果耶誠老人 他真的要給你禮物的話 他就會把禮物放在那個襪子裡面 那也有可能大家襪子裡面都是空的 就表示說那個耶誠老人 他不給你東西 所以是零或一嘛 最多一個 那其實你可以再把它擴充 就是說如果耶誠老人 他不會只給你一個禮物 你可能他會給你三個禮物 所以他就今天你就看襪子裡面 還多了一個禮物 那中間透過Appleator 這個動作可能是說 你就把那個禮物收過來拆開 然後收起來 然後覺得很高興這樣子 那第一個禮物收進來了 然後到這邊 第二個禮物收進來了 到也是很高興到這邊 第三個也收進來到這邊 那如果他只準備三個禮物給你的話 其實基本上你這個法子 就到這邊是一個結束的一個狀態 那今天我在講另外一個例子就是說 我們都知道可能有個叫正妹系統的 其實正妹是一個很relative的一個系統 所以他可以同時跟很多人去發訊息或什麼 你就發現他訊息就是永遠都是 兩三二三十個訊息 然後有紅字在那邊 所以他可以一直發一發 跟很多不同的人發 那今天如果是一個阿宅的話 他想要跟他聊天 所以阿宅是一個Pubisher 他想要把一些話傳給那個正妹 他今天就說今天天氣很好 然後正妹就說這樣子 然後就是 然後說那個昨天吃了什麼很好吃 就是就到這邊 他就可能回個簡單的話 就正常結束 然後到第四句話說 其實我還有一點喜歡你 然後就發現那正妹就是 對 沒有 他就說 阿宅說你會喜歡我嗎 正妹說不會啊 我們不是只是好朋友嗎 阿宅就說 不會的話我可以教你啊 你就會發現那個上面那個 他的名字就變灰色 阿宅就發現他的名字變灰色 可能你點他說找不到這個人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邊就是錯了嘛 他就出錯了 那出錯的話 就算那個阿宅他後面還有5 第5G 第6G 更多句話 他都沒有辦法進行任何處理 就是說如果你這個發中間任何一個是有錯誤 其實他後面就不會繼續處理 那這其實是 跟一般可能比較 就是我自己寫 只有遇到一個雷 就是當初我寫 然後中間程式裡面可能出一個session 然後後面收到訊息就完全不處理了 我自己猶豫過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對這個圖其實是感觸非常深 然後那個server上線之後 然後他跑了一個東西 然後出錯了 然後就server就完全沒有反應了 然後就掛掉這樣子 然後我再想用這個圖去描述一下Fox的model 因為Fox跟model其實是 Reater裡面很重要的兩個關鍵 就是Fox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個薯條 薯條盒那裡面有很多薯條 那大家拿薯條出來就可能想要沾醬 然後吃 然後說薯條太長的話 他可以把它整兩段或什麼的 model的話其實就是 你把它想像成是一個漢堡盒 漢堡盒 其實它這個實際上是一個極塊盒 它裡面有六塊 不過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個漢堡盒 就它只有吃完就是零個或一個這樣子 那我們剛剛講說像publisher Fox跟model 它其實基本上都是讓人把這個operator 去黏上去運作的 就是你可以用這些operator去造一個Fox和model 或是把中間像map filter或什麼的 其實基本上Reater提供了非常非常多的operator 那有一個很棒的功能是叫這個backpressure 這剛剛其實很多前面講者有提過 其實現在很多系統就是你會同時一瞬間收了很多訊息 那它可能會有些機制 像你要做buffer還是乾脆把一些濾掉 以剛剛這個來講好了 如果今天這個薯條就是這個薯條嘛 就是說你大概五秒吃一根 你覺得OK 你就十秒 那個一秒鐘吃一根的話你覺得OK 如果一秒鐘給你六百根 你是要把它buff住 然後慢慢吃 還是說你就乾脆六百根就去掉 變成兩根我就吃兩根 所以這邊是它提供的非常多的operator 這也是我覺得它跟String的API 非常不一樣的地方 String的API它可能就是比較基本的 像map或filter這樣子的一些運算 那你說它其實很多 你看這邊都是一些類別 我們實際進去看Reater裡面的API 上面這一部分是Fox的API 它提供了這麼多這麼多的operator 那下面是mono的 其實你就可以看這個API 把它歸類到上面這一些 這對可能入門來學的話 可能就是你可能比較需要知道 像是creative或transform 或是其他一些 因為有些其實真的不是那麼常用 那我發現它3.1版 又提供了更多的operator的API 那我這邊就先簡單介紹 如果你想要用Reater來造 Fox和mono這些結構的話 有一個operator可以叫just 就它其實像這樣子寫 就是你用Fox 然後just把3個子串丟進去 它就可以造成一個Fox 那今天會講這也因為 像SpringBoot2裡面支援Spring5 那它其實裡面就會很多 API都長得像這樣子 你可以把它回酸值 就設成Fox或者是mono 所以你如果你是用那種library的話 你就直接用就好 就不用這樣子特別寫 就是如果你是用傳統 可是你今天真的去DB 撈了一些東西出來 你要一個一個處理的時候 你就把它包成這樣子的一個元素 那mono的話就是一個 它也是可以用just 那它有一個API是叫fond fond什麼什麼什麼 像是你可以fondarray fondinturable 就是你collection的類別 都可以讓它產生一個flux 然後fondstreet 然後或是你想要自己寫 也是可以 它有提供API 像下面你如果有個list的話 你就可以把這個list 傳進去fondinturable 就可以得到一個這樣的flux 那model也是一樣 可是model它就是只能夠 最多只能夠一個 所以它這邊就API不太一樣 就是fondhorrible或fondfuture 那其實這邊都是可以執行的一些程式 然後fondrunnable 然後這些 那如果你把很多東西丟進去 這個 然後讓它產生的話 它其實最多就只有一個 它有一個operator叫range 就是你可以設那個數字的打小 像是1 2 3 就是1到3 那我們剛剛提到 其實很多人看這個related string 他們都是看到表面上的publisher 跟subscriber 就是可能原本string是一個push的機制 就是string一直把東西丟給你處理 然後可是related string跟它不一樣 就是說你可以由subscriber這邊端 去說我還要我還要 我還要東西 然後去跟它講 它就會給你 那表面上看起來 這個是蠻簡單的 可是實際上 如果你要深入去研究的話 它其實是沒有這麼直覺 就我自己研究也覺得 它好像沒有這麼直覺 首先如果你要訂閱的話 可能是你要對publisher 去做一個subscriber的動作 然後把自己這個subscriber 傳進去給它 然後這個動作完成之後 你們中間就會建立一個叫subscriber 那subscriber你建立以後 subscriber它其實這邊就會被呼叫一個叫subscriber 就是說其實你已經訂閱好了這個機制 你訂閱好了之後 你就可以subscriber就可以透過這個subscriber 去說你要你還要多少東西 就像你還想要吃薯條 說我還要三根這樣子 那你call這邊之後 它就會再去跟publisher要 說那個誰誰他還要三根 然後他就會把資料傳給他 然後或者說這邊 從subscriber的端 你也可以做cancel 就說我不要 我不要再收東西了 那這邊是從subscriber端 透過subscriber 對publisher去做的動作 那publisher它其實也可以直接用on next 就直接把資料塞給你 那或者說它其實前面有些動作是錯的 像on error或on complete 這邊都會再去呼叫這邊的邏輯 那其實以rater它實柱來講 其實很多的operator 它中間都會變成一個類似subscriber的一個結構 所以它其實中間publisher跟subscriber 中間就會有很多叫processor processor就是一個publisher跟subscriber 就是一起在一起的結構 它其實對左邊publisher來講 它是個subscriber 可是對右邊的publisher來講 它又是一個publisher 所以它其實它實作上機制就有點複雜 它可以從subscriber往前面說它還要東西 那它可以從publisher那邊直接去把東西傳給subscriber 那我們剛剛看到這麼多 其實很重要的一個master也叫做這個subscriber subscriber其實是讓它這個relative string 可以運作的一個關鍵 那如果你要讓它運作的話 你就是直接呼叫 然後像這邊是flux裡面 提供了這些subscriber的一個master 你可以不傳參數 你可以傳說如果它是on next 收到資料的時候要做什麼 那這邊第二個 第三個是說on next 跟說你如果收到一個錯誤的時候 你要做什麼 那這邊又再多個參數說 這邊是原本on next 這邊是on error 那如果是on complete的時候要做什麼 它其實有這麼多不同的master 當然最常用的可能比較像是前幾個這樣 那剛剛也提到說它其實也像是string一樣 它是一個daisy aberration的一個處理 如果像上面這兩行code 你這邊flux照出來之後 你中間去加說我要map 我中間有些邏輯說 我想要把這些文字去做個替換 然後你中間可能就在很多很多個不同的apps做動作 那實際上你前面這些動作 對這邊如果它是一個subscribe的話 其實它是還沒有開始動作的 一直要等到你中間如果做了很多很多apps 串接之後 你去呼叫這個subscribe 它裡面傳一個說 如果這些東西都正確了 以後它要做什麼 就是一個穿一個文字 等到呼叫這一行 它其實整個才會開始運作 去把那些資料抽出來 然後做動作 然後再去運出來 就其實你在程式裡面 你寫的前面這一些 它是還沒有實際去運算的 你一定要直到這個subscribe以後 它才會照這邊所講的 subscribe之後 它才會照出這個subscribe 才會去進行後續的操作 所以之前的那些 其實只是為了 可能是建構前面的subscribe跟publish而已 那它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它可以做schedule的threading 它提供了幾個schedule 第一個其實預設它就是immediate 它就直接在這個thread去做運作 你也可以用single 它是用一個單一的thread 然後也可以是一個relatedthread pool 就是你處理的邏輯都會放在一個pool裡面去run 然後也可以用parall的 它就會看你cpu有幾個 就是cord有幾個 然後去造那些worker 然後甚至說你也可以把 jard裡面它其實有個叫executor executor service 像是什麼singleexecutor 然後那些 其實都可以直接把它傳進來 它就可以用那個executor 來去做裡面的執行 那這邊提供的例子 那對這個schedule threading 那它提供的其實是兩個operator 一個叫publishon 一個叫subscribeon 那這個其實 大家自己寫的時候 可能運作上就比較不一樣 publishon其實會跟 跟它串接的邏輯 串接的順序上其實是有關係的 可是subscribeon其實就是 對這整個來說的一個關係 那我們講這個其實有點難說明 就是我們直接看這個code 這邊一開始它可能放ABC 然後它下一個邏輯說 就把它印出來 說你在哪個書籍執行 然後這邊它出現了這個publishon publishon就表示說 在這個publishon之後的邏輯 都要在這個schedule 這個elastic去執行 然後所以說這一行 會在這個schedule上執行 那這邊subscribeon就表示說 這整個其實都是會在這個schedule裡面執行 所以它output就是這樣講 因為有這個subscribeon 所以前面的這些印就會把 這個parallel的文字印出來 然後由於又這一邊這一行 它特別指定說下面的這一行 或甚至說它後面還有不同的publishon 其實都會用上面這個publishon 就是這個publishon以後 它就會用這個elastic 就會發現說 其實這個邏輯都會在elastic 這邊去做運作 那其實你看這樣 看起來好像很簡單的一個程式碼串結 就會讓你達成一個 其實一般人不會寫這樣複雜的一個 所謂的處理 可是它可以用很簡單的方式 光用這兩個appulator 就會做成這樣的效果 那我們剛剛提到了 其實很多都是 幾乎全部都是related related code所提到的功能 它就主要兩個 flux跟mano 跟一堆的appulator 那其實基本上 它提供了很多其他的library 就像是relatedtester 其實大家知道 就是related programming 有一個比較致命的點 或是說所有非同步程式的一個致命點 就它其實很難測試 就如果你寫一個程式說 這個程式它10分鐘之後要跑 那你unitest到底怎麼寫 你是要真的 當unitest跑10分鐘之後 再驗證它的邏輯嗎 不太可能 所以它就造了一個這樣 relatedtest的一組library 所以你就在裡面 有點像是一個時間鬧鐘一樣 就你在這個test的library 就可以把說我在這個時間點 調快10分鐘 看它有沒有做這樣的事情 那其實它有不同其他的library 像是adapter跟extra 然後還有說它支援IPC的 像是native或是kafka 那其實我們到現在沒有看太多程式嘛 就是這個其實也是它文件裡面提供的程式 紅色這個其實是剛剛說那個 Codeback Health的一堆程式嘛 它是一個Android的一些Codeback機制 那如果它用relator來改寫的話 它可以變成像這樣子一點串的 就可能說它user service 拿到東西之後啊 它其實這邊回傳就是一個flux 然後它可以進行flatmap 把一個個抽出來之後 可能說如果它是空的話 它又要做什麼事情 然後它只取前面五個 然後這些下面的邏輯要是在publish on 什麼schedule 然後再去做說 這邊就要正確的話就把它秀出來 錯的話就是做這個error pop-up 那其實它relator的API 我自己覺得說它其實對程式人員來講 會變得很好寫而且很直覺 如果你熟悉Stream的話 你要轉換成這樣子的邏輯思維 就是可能用Messor Reference 或是一個Long的寫法 你會發現邏輯很好組合 你可以把很多邏輯抽成一小的一小的Messor 然後再彼此一點串串在一起 它一個很大的優點是說 如果你在想要上面加新功能的話 就只要用operator加上去就好了 像如果你原本這段程式 如果你想要加新功能說 它有Timeout的機制 或是你錯誤的時候 你要再去resource它 到這邊你就會發現 我這個功能我到底很難加 就不知道從哪一邊點加上去 你可能要看很久 找說我要在哪裡實作這個邏輯 但是如果你用這個 relator這種寫法的話 你就加兩個operator在它的前面 它就會幫你做這樣的事情了 所以會變得你程式的邏輯組合 因為它都幫你這個operator 幫你準備好 已經你可以直接拿來用 你就不用自己去寫 那所以講到現在可能是我們為了要拿到 relative system 這四個好處的目的 所以我們可能實作的時候 因為這個relative system 對於Programming來說太抽象了 我到底要怎麼樣大聲量 所以才提出了relative programming 這樣的一個程式語言特性 可是relative programming 還是得透過不同的實際的實作 像是Codeback的一個機制 或是用Future Future Farming的機制 或是像relative stream的一個機制 那剛好relator 又是去實作relative stream的一個library 所以它會是你一個工作 一個工具 就你用這個工具 可以讓你系統達成relative system的一個目標 那我這邊有列出一些參考 這其實是relator它的主要網站 那這個第二連結比較像是它在探討說 其實大家都會對relative system 或relative programming 或是剛剛講的functional relative programming有些誤解 所以這篇第二篇是在講解說 這三個名詞到底有什麼差異 那這一篇也是當初提出 那個relative宣言的那些人寫的 那這個的話其實 我是建議大家如果想要學的話 用這個其實還蠻好的 它其實有個線上網站 你可以直接在上面跑 它會教你一步一步怎麼寫出那個relative relative的一些API 那下面是一些參考 那最後的話 放一張圖是說 這個是大家重點是放在這個記憶圖師 就講了這麼多東西 希望大家把它記起來 對 那 就 我講題就到這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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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